是怎么能看出战破垃圾还是不垃圾的呢 其实那边你看这几个人谁是像是能打出一百分钟特技腰带的人这个人像不像啊 特技罗汉金中特效愤怒打造者落幕情商强化打造是不是挺像啊 不像啊 你们为啥推荐李永生啊李永生在长安街吗 李永生不是在沃龙岗吗 把这个子锦上啊 腰总我觉得就是你在黑 李哥来的正好腰总正在买了一个 百分之哎我看一下啊 五十个百五十 百分之十四特技 百分之六特效的腰带啊 肖总剩下的十一也继续鉴定腰带啊 鞋帽有约那腰带的话没有 好了兄弟们咱们等会取完了就原地见定了啊 分红是这样的 我投资这个战破拿到了2%的股份 然后刚才扔给我领保的人拿到了1%啊 就是我俩各自1% 然后的话出极品的话卖原神呢 出愤怒的话卖原神的可以分到5000 出愤怒特技的话可以分到8000啊 特技不要不不不值钱啊 只有这个 愤怒特技才值钱啊 直接鉴定了 三二一出成交 鉴定出一件特技的装备 第一次鉴定160级 第一次鉴定160级 分怒至少80级的装备出现分怒 至少80级的装备出现分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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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缺一个成就 怎么是两个成就呢 怎么是两个成就呢 出了一个篮子的成就 没有分怒啊 没有分怒 没有分怒一个白高兴一场啊 白高兴一场 出特技了出特技了 不过这原神啊还行啊 这原神还行 160的分怒破碎 真的 当鉴定的一瞬间 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换装备了 我可以再次更新了啊 关键三点成就你知道吧啊 这个成就有点恶心 蓝色的成就不应该要啊 第一次鉴定 至少鉴定80级装备出现分怒 再出一个特技啊